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 这里的生态环境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朝阳这片辽西山川正经历一场美丽蝶变 年近八旬的老人杨森林退休前是朝阳市音乐协会主席 曾多年从事音乐教育工作 这首朝阳朝着太阳朝阳朝着希望就是由他作曲编曲的 浓郁的家乡情怀的歌词激扬的旋律 让这首歌曲一直深受朝阳人民的喜爱 名字还叫朝阳朝着太阳朝阳朝着希望 我觉得这首歌就特别给我一下就感觉到很有创作的想法 所以就这么样就把这首词要来写这首歌 作为一个合唱曲来写的 歌词中写道 牛河梁撑起文明曙光 大灵河奏起时代乐章 大灵河这条朝阳市的母亲河 孕育了两岸儿女和这座三岩古都的文化底蕴 可曾几何时 由于工矿企业快速发展 城市人口聚增等原因 大灵河一度成为辽宁省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从2002年至今 朝阳市逐步开展大灵河综合环境治理工程 不仅完成了朝阳城区防洪体系建设 更是给居民提供了一个花园式的休息娱乐场所 我来朝阳已经55年了 来朝阳当时那个状态跟现在的区别太大了 变化特别大 所以我也想把现在朝阳这种风光和灵河改造以后的这样的一种美景 想把它留下来 就这样 杨森林退休以后拿起了相机 记录着朝阳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 在他的相机里 大灵河水越来越轻 候鸟的种类越来越多 朝阳市的城市建设更是日新月异 就是仓路 白路 还有一些很稀有的这样的水的真情来 所以感觉到这是朝阳灵河改造以后 这种水质变化了 生态环境也发生变化了 这鸟们也都把这块当成一个迁徙的这个基地了 如今朝阳市林地面积已经达到1717.27万亩 森林覆盖率48.56% 水环境质量和空气质量连年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让朝阳市有了征创国家森林城市的底气 这片绿水青山也正向金山银山转变 昔日藏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北漂大黑山 吸引了外地投资者的目光 2015年8月 北漂市委市政府成功招商 与实力雄厚实干专业的江西三青山日上企业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共同开发大黑山景区 大黑山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是企业选择这里的首要原因 我们是通过多次考察以后 发现大黑山的自然景观 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特别它的气风怪蛇 可以说跟山山可以相媲美 所以我跟它定位是 南有三青山北有大黑山 截止目前 项目累计投资完成三亿元 经过三年多的规划建设 大黑山景区基础设施已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大黑山成功升级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并且每年给当地增加200余个就业机会 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 正深切地感受到这片辽西山川的美丽叠变 我以前来过 但是现在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看以前的搜到都没有搜到 你看现在这个景也 当然现在这个环境保护好啊 碧水蓝天是辽西山川的石头 大黑山川的石头